如果昨天就让心一心对视 是否今天还有我和你交错 扬起你脸流星瞬间划过 梦醒时人生理由如故 想象某天感觉受与受处 我的心会为你紧紧的赤裸 告别了许多日暑日弱 重逢时也许不错说说 美好的会永不落入 我用月光潮心的孤独 来回为你曾经的好曾经的哭 曾经的泪水 天天你的都是幸福 爸 您看我也学学锦上拍拍您的马屁 把您最喜欢的相册整理整理 全部归类 好的我就给您放大 来看看 你这马屁拍得这么轻松啊 您说 您还要我做什么 不说 说了你也帮不上 您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我最了解您了 爸 我知道你心里最想的那件事 哪件事啊 我现在不说 到时候我要给您一个惊喜 你们姐俩在密谋什么呀 还背着我嘀咕 怕我知道啊 好 我出去了 回避了 安婷 晚饭我不回来吃了 准备啊 今天打上十八个洞 我差点忘了 你过来 来 安婷 嗯 来来来 把药吃了 要不然啊 你又偷偷倒掉 生儿子 生儿子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来 一二三一起喝 一二三 我喝不下了 快点 你看 快 我都喝一半了 来来来 嗯 姐夫 你听您打高尔夫球腻不腻啊 问你姐 他说我没有贵族气质 这不 我培训自己去 只要他啊 能给我生一个乖儿子 嗯 行了你 走吧 这个老封建 我要不是看着海燕的孩子那么可爱 哎呦 我才不喝那玩意儿呢 苦死了 姐 我本来是不想去见那小孩 不过你说他挺可爱的 嗯 我倒是有点动心了 为了报答爸爸 这是我干 贝贝过来 贝贝 姑姑带你去个地方玩好不好 哪去玩啊 哎呦 哪玩去了你就知道了 快走 去个好玩的地方 贝贝 贝贝 叫小姑姑 小姑姑 哈哈 太可爱了 怪不得把海燕那么骄傲 感觉手里有一大宝啊 艾姐 有了小贝贝 咱妈肯定投降 我把这话说前走 上车吧 哈哈 贝贝 上车啦 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啊 哈哈 爸 爸 爸 你看那是谁 谁啊 我跟姐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让您记录分离 我们把您孙女抱过来吧 孙女 你 吐出来的吧 不偷偷不偷偷的 抱就是抱 denial 是又怎么样 张老师 你好 我今天早一点接贝贝走 我要去给他补打乙肝疫苗 刚刚不是 他姑姑给他带走了吗 他姑姑 没跟我说一声 你们怎么随便让人把贝贝从幼儿园接走呢 她是杨主任的女儿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再说她说带着她的小侄女去看医生 我以为你们是说好了的 我不管她是谁 万一是坏人把贝贝从幼儿园接走了 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她来接贝贝 您不知道这事 以后啊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任何人不可以把贝贝从幼儿园接走 好好好 你放心 下次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好 你们俩太过分了 我知道 你们把贝贝带到杨家去了 太不尊重人了吧 根本没办法回家 只不过让爸爸见了一下 爷爷见村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没说 哎呀 都是我不好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反而会坏事 走 贝贝 来 坐吧 找我有事 杨主任 我是来警告您的 警告我什么 您让景平偷偷地把贝贝 从药园带出来给您见 您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这个爷爷想见见孙女 这也是违法 这要是在美国 我可以因此而起诉您 您会被监禁 可这是在中国 是在我的办公室 是的 但中国也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是一个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也受法律的保护 我是贝贝的合法监护人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任何人没有权利把贝贝从药园带走 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也知道你们杨家的人看不起我 但是我活得光明正大 我不需要靠杨家的光辉来照耀 我过我老百姓的日子 但你们怎么可以 把一个不受杨家欢迎的孩子拿来参观呢 何月啊 这话说得太难听了点吧 对不起 我请求您不要来打搅我的生活 我也永远不会来打搅你们的生活 请您原谅一个被伤害过的人的冲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搅公司 小伯伯 你看这些画 都像有生命似的 尽我手一百能吧 我觉得他们就会 就会说话 就会像我 你看这幅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少什么了 老杨 你得给我说清楚 什么意思啊 咱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 互相是信任的 你从来也不瞒我什么事 可这件事你 你指什么 画 齐白石的对虾图到哪去了 你得告诉我 你至于绕这么大弯子吗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突然给卖了 为什么 钱到哪去了 给战友寄去了 战友 什么战友啊 那战友就是战友啊 我跟你说啊 战友生了病 要换肾 没有钱 我就把钱寄给他了 你说应该不应该 你没跟我说过这事啊 这战友男的女的 女的 那我想知道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啊 战友关系 不对 你儿子女儿想跟你要付话 你都从来不给 你竟然把他最值钱对下图给卖了 还不告诉我 难道你这战友 别儿女都重要 你想听我说我同的是 情人关系对不对 庸 庸庸的小人恐惧 嗯 老前掌 老杨 亲家 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今天是运动日 公式免谈 有本事 你追上我来 保不住了 两年多的心血就要复制东流喽 您说什么 我不明白了 人大已经向我咨询了 三十二个人大代表联名上告 反对我们再建一个培训中心啊 要要停工吗 嗯 这么点小事儿 惊动了五套班子 杨正明 杨正明来者不善啊 杨正明来者不善啊 你家副主任杨正明 不是您的亲家吗 让他给去说一下 是男人 哼 亲家 人家是大义灭亲 什么三十二个人大代表 下面的人只要一山 这火 不就燃起来了 哎呀 这段时间我是处处不顺的 什么事儿都碰壁 那我的事儿 是不是也有麻烦了 这么久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提升的事情要延缓了 有人写信向人大告诺 赵山的赵山 你是太爱玩牌了 输赢 听说在上千元 这恐怕是个原因吧 听长 我不过是陪朋友和老爸玩一玩 还不允许下了班 有这点自由 我还听说 你悄悄的买了什么香港的 违法的外媒码有这事儿吧 输赢还很大 这肯定让人眼红的 我总是觉得 有人借你整我呀 听长 我是杨正明从俊山带来的干的 以前 他看立志连我反对过 他现在整我 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连您的面子都不买 这人他太毒了他 你不可以这样说的 他从来没为自己家人 做过一件辞职 这一点我服他 我到死也服他 听长 杨正明都这样对您了 您还在为他说话 您真是虚怀若骨啊 我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这次我要是上去了 肯定是按着您的思路走到头 如果是没期望了 我无论在什么位子 都会让您满意的 牛厅长 人大的人已经到了 慌什么 到了就到了嘛 牛厅长 你这工地好气派啊 警戒有条 是你老牛做的事 你知道 这是我老牛的一贯作用 我一向欣赏你做事严谨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非你老牛莫属啊 整整齐齐有什么用啊 你一刀下去 我就七零八落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只不过起个监督的作用 你这七通一瓶 搞得这么好 很可惜啊 我是为把你们的损失 减少得最小 看来这损失 是不可避免了 中央关于县建培训中心的文件 你也看到了 再加上 你们这块土地手续也不健全了 我有个想法 想拉你一把 等方案成熟以后 我会告诉你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无视眈眈的了 阿尚 你知道你嘴里有一个什么香味吗 什么啊 那我再说 你不想说 我会告诉你 你不想说 自己的经典 你不想说 你不想看 我认试 你不想看 我听到这个人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他们都不想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怕就怕在节外生枝啊 万一事情捅到了人当 你就当岳父了 可不能偷反对票啊 对不起你过生日我没去 我最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小赵提拔不成吧 我就够费面子 你说又出了一个培训中心的事 你刚才跟我说 拉我一遍 怎么了 我再给你偷个底啊 我想让你当个大公主 就在你这片土地上 什么大公主 那请你原谅我 我只能透露到此 没决定的事儿 我的嘴一般很严 今天呢 我已经是破裂了 麦卡尚 你爸要知道 我们俩在他车里约会 他肯定朝我犹豫 谁要怎么去让我们约会的时间啊 不过我爸我妈 你爸要来这儿去查呀 我爸也要来这儿去查呀 哼 这儿啊 要有大麻烦了 要不然十里五大班子都绿续来试查呢 什么大麻烦呀 哎 你爸来了 快走吧 哎呀 我爸又不是老虎 瞧把你吓的 把你吃了呀 你们快走吧 别让他看见啊 快走吧 快走 杨锦萍 杨锦萍 恭喜你 你要当妈妈了 是杨姓 大夫 会不会 有同名同姓的杨锦萍啊 你是不是不想要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杨姓 不客气 还真是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建国知道了吧 这下我可有了收拾这个小子了 他最近有点错 说她们单位好多女孩喜欢她 不知道她怎么那么招人 哎呦 哎呀 开始我还担心呢 我要是怀不上孩子 她会跟我离婚 这下 我可是吃了定心丸了 阿平啊 妈可告诉你 对丈夫不能太爱 爱过头了 自己要受伤的 我 我受伤 我是谁爱上我 我让谁受伤 你就是腿硬 哈哈哈哈 老婆 今天怎么有雅兴啊 我正打高尔夫球呢 你一个电话 吓得我赶快跑过来 什么急事啊 当然是急事了 而且是大事 说呀 给我抹一下防水油吧 大老远让我跑过来干这个呀 你自己擦吧 不敢拉倒啊 是你让我打高尔夫球 培养我贵族气质的 你让我干这个干那个呢 再说了 沙滩上这么多人 我在你身上揉来揉去的人 你以为耍流氓的 你想没想过 我为什么一个人到这来啊 你什么干不出来啊 我要是能知道这些 我就不是牛建国了 你看这儿空气好啊 富里子强 而且阳光也好 我过来晒晒太阳 对你儿子的成长发育有好处 你儿子的成长发育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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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这么好处 तudd 快开门啊 来 回来了 旁边开始装修了 对 来了好多工人 都是那么大那么大的木板 他们要装修我们可倒霉了 起码要炒两个月呢 也不知道新来的是谁 闹得姓氏动众的 县人大副主任 原来省委洋副书记的女婿 牛建国 你认识她 那女的是谁 你先看这房子吧 你看这厅够大的了吧 这阳台有二十多米 够你和孩子在上面踢球的了 我是说隔壁住那女的是谁 这可是政府的福利坊 她是什么干部吗 你管她呢 现代人啊老死不相往来 别管她 我跟她好过一年 在一个party上认识的 当时她特别主动 可后来她就推三推四了 也不接我电话 把我都快有气疯了 为什么 因为她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当官的爸爸 所以被那位小姐给呛了 我最讨厌这样的男人 所以有一次 我跟她对面走过去的时候 我吐她口水 阿芳 咱们做个普通人就行了 你跟他们叫什么劲儿呢 你一辈子窝窝窿窿窿的 我捏尾透了 我就是这样 我很有野心 他们说 我连睡着了都在琢磨着 怎么出人头地 没错 我从小吃苦 我吃够了 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 只有挣很多的钱 我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听说旁边那个关小姐 是香港人的打工婆 你有什么呀 阿芳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就知道是钱 可惜旁边的关小姐 没我涨的漂亮 见我还得挨三分呢 妈 你孩子长得漂亮太重要了 到处都是很多的人 帮你的忙 阿芳 你可千万不能上男人的当 他们对你好 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 我只不过是利用他们 我狡猾的盒 看到那些色秘秘的男人 对我毕恭毕敬的 想碰我 没那么容易 我鬼呢 妈 您看您跟我爸吵架还给他运衣服 真是个摩奇 你也不看看 都把袋几点了 我一玩就玩疯了 忘了跟您请假了 我爸呢 在楼上呢 我剥好的柚子 给你爸爸端上去 好 摩奇呀 爸 来吃柚子 爸让我给您送来的 对了 我写回忆录的事定了 这个字数不限 要有可读性 刘总编说呢 要给我配一个编辑整理 我说那不用了 我小女儿就是学历专业的 就这么定了 好啊 好啊 那从明天开始 我就开始对您正式采访 好 那您早点休息 我也睡觉了 拜拜 这个月啊 咱们成绩不错 只要你们好好干 奖金我不会吝啬的 我这个人脾气呀 你们都知道 不要因为我骂了你们 就气恨我 行了 回去吧 你们想干嘛呀 太早了 你 我住你们家隔壁 我妈妈有病 你们这大锤电锯 声那么大 我妈怎么休息 好的 对不起 我们以后注意一点 怎么注意呀 谁家装修不这样啊 您给指教一下 怎么才能小声啊 可以啊 中午十二点半到三点 晚上八点以后 就不许动工 谁规定的 国家 政府 还有我 怎么样 看把你吓的 别怕 我对手 就是个一击就跳的 傻大姐 我今天避了他第一回 看我怎么避他第二回 第三回 不就是他爸当着官吗 他爸也有下去那天 算了 算了 扯人家老爸干什么 杨振明啊 可是公认的好官 为我们大家做了多少好事情啊 我都退休了 能住上这房子 还得感谢人家安居工程呢 安居工程 轮上你了 你看看你住的多大的房子 最小户型 还不如隔壁的一间客厅呢 三十来岁的后生仔 都比你住的宽敞 他们欺负你 你还对人家感激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弄不好 我还会告他 阿芳 我们能过个安稳日子 我就满足了 你可千万不要惹是生非了 待会儿妈 还要去老年大学 你就好好地 不够我在家待着 妈 你真要去干大活啊 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不想放过 阿芳 你就不要扯我的后腿了 我走了 妈 你等一等 反正我也要去公司 我打车把你烧着吧 有什么呀 不就是公司配了他一辆宝马车吗 以后我也买一辆墨绿色的宝马 车主是我 比他还牛 比他还牛 怎么死 来 大家注意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舞蹈教练 黄宇芝老师 黄老师啊 可是我们省歌舞团最优秀的舞蹈演员 各位 各位老同志大家好 白校长 让我从最基础的基本功开始给大家练起 很快就要会演了 我们抓紧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练出最好的节目参加会演好不好 好 那下面开始 好 给我 大家站好 站好 放松 肩膀放松 然后随着我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宇芝离过三次婚 她到处勾引男人 小心狐狸精给你们惹事 爸 您说找我有急事 什么事啊 害得我快把嘉宾都赶过来 怎么了 没事我可得走了 这几天我特别忙 忙 你真成了大忙人了 日理万机啊 你行头呢 你不又有空就打高尔夫吗 您说打球啊 那那是运动啊 打一场球多少钱啊 人家凭什么出钱 又请你打球又请你吃饭呢 都是朋友 人家愿意啊 一帮公头同你打得火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攻城 我还听说 你通过邱吉林的关系在要攻城 你让人家很坐落 知道吗 这有什么了我得的 正大光明投标 又没有犯法 你已经不务正业了 今天我见个手人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你儿子不是挺年轻的吗 怎么跟你一样也秃顶了 你们家遗传吗 后来我才知道 办一个初级的学习班 你不愿意参加 你让你的司机带你去打卡考试 弄出这样的大笑话来 丢不丢人呢 你知道背后人怎么叫你吗 叫你小二黑处长 九十九干处长 玩的乐处长 我还听说 一屋子人开会 就你脸最黑 满嘴还冒着酒味 阿国呀 你提升的事情 还没成现实呢 我就要退休了 进不进正邪 还是个未知数啊 我告诉你 那岳父是绝对不会帮你的 你要是不自重 就可能鸡飞担打 我提升是铁板钉钉的事 你别纵拿这事下火 就算老爸没说 就算老爸没说 那我再问你 你收了人家什么东西 就 求医 求聚啊 还有呢 不过 他们借了一个会员证给我了 那一个会员证 中三十万呢 不你胆子可真大 你什么都敢要啊 你 人家借的又不是送的 你糊涂啊 你 你什么便宜都敢弹啊 你不怕人家把你抓到监狱去 爸 我从小就听您的话 成绩从来都是班上前五名 没做过一件出格的事 性格软弱 我现在想放一放 做一回真正的男人 我打高尔夫球 喝白酒 我感到很痛快 如果有人叫我小二黑 那我非常感谢他 对不起 高尔夫球我骗他 我又没犯法 听长 小赵 前副市长请您下午去参加 精华局建药厂的谈判 这是通知书 不就是要用我们培训中心那块地吗 不去 是省里要我们协助精华局 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那块地皮虽然打官司我们败诉 但七通一瓶是我们的钱 准备用股份来给我们补偿 我早就说过 这种不公平的结果 我是不会笑着承担的 听长 这可是亚洲第一大药厂 国家很重视 据说香港媒体来了 您应该去参加 杨振民说要给我们当大股东 我们就抓住这个承诺 能多挣点股份不更好 说心里话 真要促成了 我来当中方经理 为您争回这口气 再说 首席谈判我方代表 是您的儿子 他是首席代表 快 给牛姐给我打电话 叫他快点来 牛姐长 你怎么做事 做这边 好笑 好得不错 韩 总在我 图定的蓝天 一白雨一样更清淡 习惯你默默的陪伴 忽略你我原来如此遥远 直到那城门的雨天 有一些倾诉的语言 我看见灰色的云火 那可是你痛苦隐藏的脸 图个天空与思绵绵 让那香淒淒淒淡的荒野 说一生请你不要走远 不知道你是否听你走